电视就播了老和尚讲经 刚好讲到普贤十渊 请佛注释 我记得老和尚就分析了 全世界几十亿人 遇到佛法的有多少 遇到佛法 要遇到正法的有多少 这一点就不简单 末法时起 邪师说法如横河沙 代表什么 邪的比正的还多 那我请教大家 大家听完了 末法时起 邪师说法如横河沙 你们下一个念头 下一个考虑是什么 喝嘎宅 我没有遇到邪的 你只这么想而已 太自私了 有没有 都只是想我好就好了 往生不了 往生要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菩提心是慈悲心 你要想到众生 祖师说 祖师说 极乐世界 二成种不生 二成人 为什么往生不了 他没有想众生 因为他自己解脱 他自己高兴就好了 他跺到无为坑 没有主动 为诸树类做不抢之友 没有主动度众生 他就自己解脱了 不受轮回而已 那个也是 跺到坑洞里面去了 不能发大臣菩萨心 这个佛是会呵斥他们的 心量要大 跟阿弥陀佛的愿 要慢慢相应 相应了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这个频道就接上去了 所以学佛 首先要扩宽心量 心量太小了 跟极乐世界不相应了 所以我们一听到 邪师说法如横核杀 那请问我们 自己能不能判断正邪 我们 能不能引导亲戚朋友 判断正邪 假如 你不赶紧去护念 你的亲戚朋友 他会不会明天 就被邪的给拉走了 有没有可能 到时候拉走了 先入为主 你那个时机点 没有掌握住 你要再拉他 不好拉了 我当初在台湾看到好多 都是骗人的 好多年轻人都去 那惭愧了 我自己没做好了 没有 有这个机缘能够好好把正邪 讲清楚了 分辨善知识 那老和尚啊 有一个演讲是专门判断 是不是好的老师 传统文化老师 应该具备的素质 这就教我们 怎么判断自己 判断别人 那从佛家的教诲来看呢 首先呢 要有师臣 他说我自己领悟的啦 我就突然有一天 闪电打下来 我就开悟啦 别人叫我骗去啦 哦 真厉害啊 就麻烦了 再劫难逃 不要激动啊 要冷静 六祖谈经说的 威英王佛 以前有无师自通 威英王佛以后 没有无师自通呢 佛法无人说 虽智莫能解 一定要有老师 要有明师指导才行 我们看老和尚 接受张家大师 李秉兰老师指导 李老师接受 应光大师指导 都有师臣啦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喜欢标新立意啊 我就觉得 他很特别啊 就很崇拜他啦 这个要慎重了 第一个要有师臣 他只要 讲课的时候都没有提他的老师的 very dangerous 要注意啊 我也遇过 这个讲学的人 也说 你们要去听那个蔡李旭老师讲的课 把我都拿来做marketing 行销啊 你们以后听到人家说 要去听蔡李旭老师的课 你们不要激动 甘酷的啦 跟我同样的 注意啊 现在这个要搞名利的人手段很厉害哦 要看他的做法 跟佛陀相不相应 跟老和尚教的相不相应 你不要一听就很激动 激动就判断不了了 你看佛 他教学啊 不说众生一分钱 同体大悲 你看孔子也是啊 拿着拜师礼来了 孔子没有不教的 而且那拜师的礼物啊 很便宜啦 十串干肉 要素修啊 人家孕育学就孕育教啦 不会拿着孔子 不会拿着佛陀啊 赚大钱啊 批犯如来啊 拿佛陀出来做生意啦 那不妥当的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你适当的费用还可以 但是你很贵啊 都有问题啊 安平乐道 这个都是判断理由 那个 论语里面讲 事自于道 一个读书人 自于 大学之道 菩萨道了 而此恶依恶食者 他呢 吃也要很讲究 穿也要很讲究 不然他不高兴啦 那这样的人就不用跟他谈修道啦 他很重什么 物质 很重欲望 那不可能修得了 所以这个都是观察 他一定不贪财 不贪享受 不是贪五欲 财色名十岁 他一贪呢 他就没有道了 所以只要犯这个 财色名利要慎重 好 所以只要他有贪这些东西了 你 你要知道这个叫偏邪啦 不能在感情用事 还在替他找借口啊 那就麻烦啦 人有时候这种情职起来啊 很麻烦啊 那个 黄念导 他们讲经的时候都提到 哇 那个影响面很大的邪师啊 最后死得很难看 旁边的人呢 帮他化妆 还要给他 粉饰他的情况 掩饰他的情况 你说愚不愚痴啊 感情一起作用啊 真的会很不理智的 第一个要有失诚 第二呢 不以神通度众生 所以佛门有一个规定 身份曝露了就要走了 所以你只要听到说 哇 那个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隔天没走 假的 要会判断啊 不然呢 一激动了 哇 观世音菩萨化身啊 赶快给我头摸一摸 我业障就消掉了 人有时候有一个心态啊 就不怎么负责任 我病得很重啊 医生啊 你可不可以一铁药就给我治好了啊 有没有可能 你生病 不注重饮食 然后该睡觉也不睡觉 搞了五年十年了 才出现病来 然后要医生一铁药就给你治好了 这种心态的 不负责任的心态 医生病了 医生只是个住员啊 最重要的是谁 自己要改变啊 要知道问题是在哪啊 不然医生也帮不了 自救者添救啊 自助者添助啊 你自己都不愿意 反省自己问题在哪 谁也帮不上忙啊 那同样的 这种修行啊 那自己的这些习惯养成 要把它改过来 要自己下功夫啊 哪有人家摸一摸头了 就没了 都不用修了 所以佛门为什么 铺路身份就要走 因为一铺路了 众生来找他干什么的 摸摸头了 那他就不会认真 听经文法去修行了 佛门这些规定都很有考虑的 很有智慧的 所以再来 这个判断了 这个善知识不贪 他只要有贪呢 注意了 不撑 就不会脾气很大 脾气很大的人呢 你说他修行很好 不可能的 一念称兴起 火烧 功德灵 他也绝对不会去威胁别人 你离开我这里 你会下地狱 讲这种话 你不只不用害怕 赶快离开 你逃过一劫 哪有修养的人会讲话去威胁别人的 还有你在我这里修才有功德 在其他地方没有 你也赶快离开吧 为什么 太傲慢了 都是标榜自己 连基本的修养都没有 所以老二三为什么让我们扎三根 扎德行的根基 太上感恩篇 说的 不炫己常 炫耀自己 这种德行就不足了 炫耀的人会有慢心 我们应该学习 释迦牟尼佛不贪 不撑 不吃 不慢 传统的 华人 都是很内敛的 不张扬 别人称赞自己的孩子 没有 还差得远 我们没有继承这个传统 不等别人赞叹自己的孩子 自己赞叹 我小孩不够 要注意 他对孩子不好 我们有炫耀的这个心念 会不会传给孩子 会不会传给孩子 古人讲到少年得志 大不信 有没有道理 他很年轻了 赚很多钱 很有地位 他觉得 很厉害 慢心一起来 就不可能再提升了 慢心一起来 做人做事就开始出问题了 一个人 是这样 一个团体 也要注意 不要一下子 哇 名气很大 名气大了 自己标榜自己了 危险了 人一标榜自己了 就会装样子给人家看了 就不是在修行了 执行是道场 无需甲骨 你要装给别人看了 那就已经不是在修行的状态 要装给别人看 就是没问题 所以这个念头 要很慎重 关照自己的念头 要看得很深入 才行 所以不贪 不撑 不吃 不吃就是理智 不感情用事 不傲慢 不怀疑 从这些地方去观察 好